一年一度大甲冒绕盛市倒数 即时镇兰公永迪不少 带着靖香旗的信众 义工帮忙绑上平安 富汗红线再过桑炉 等于是向妈祖请兵马回家 带着靖香旗一路保平安 所以就越接近起假日 义工们天天从早忙到晚 我看满头大汗 今天要绑几次 这个我没办法算 上千之有 你像昨天礼拜天就是爆满 挤得真的是 连饭都没办法吃 带着好几只靖香旗 向妈祖成心拜拜 身为大甲人的郭先生 全家移至台北多年 但每年只要大甲妈绕境 就会特地返乡 跟着妈祖走 像我小女儿在台北 应该是妈祖的 叫她早餐天要上班 叫她赶快离开 真的 她到对面 没有三分钟里面爆炸 所以每年都会 就是抱着那个感人的心 做很多东西 那一次下来都大概要花30万 大甲妈绕店将在C5号此时 正式起驾 预估会引数十万名信众共乡 盛举台中市府特别规划了 三条接驳路线 其家日当晚 人车势必挤爆 俊兰工 台中市府特别提早规划 交通运输措施 台中市府规划三条 接驳车路线 其中一条就是从市政 北六路上朝布停车场出发 K往大甲体育场 另外还有从美人山营区 停车场以及大甲国小 出发两条路线 民众在转搭接驳公车 步行到俊兰工 平均二三十分钟就有一班 其假日返回台中市府接驳时间 延长到晚上两点 回轮日则是到晚上十点 建议决马祖信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 避免塞在途中 否则只能目送马祖软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